雷恩吉格斯為自己飛文宣戰 一名英國足球員背著老婆偷吃 飛向式實境秀女星伊莫根托馬斯 不幸底 英法院禁令我們無法辨別她的身份 等等 我們在台灣 超級禁令不適用於我們 誰是那名通姦的足球員 她名叫雷恩吉格斯 但她的飛文不重要 吉格斯真正混蛋的行進士 竟想控告推特以及爆料的推特用戶 推特英總部在美國加州 自然不能被迫遵循英國法院的隱私規範 不管怎樣 試圖逃避網路無濟於事 只是讓網友生氣 又稱作史翠山效應 此飛文現在也已記錄在維基百科上了 這讓整起事件正式曝光 想要毀屍滅基 祝你好運囉 本來沒什麼人關心這新聞 現在英國舉國都在談論雷恩吉格斯 或許這代表英國英廢除超級禁令呢 我們有上推特喔 從今天開始追蹤我們吧